謝謝德加哥啦 他年紀比我小 但是他是德加哥 謝謝 想要謝謝高導屋的領袖團隊 謝謝各位牧長 各位同工 弟兄姊妹 讓我有機會在這邊 代表高導屋的行政同工 跟那個代導宣教士講幾句話 那首先其實我應該不是最資深的 那有幾位是 就是在高導屋還沒開始 其實之前其實就已經參與在這樣的一個 今晚禱告的 這叫什麼水流當中 對不起 我忘了計時 好 那個 我有寫稿啦 因為我很害怕那個 我就不知道講什麼 然後又 所以我有寫稿 那就大家單待一下 我就用念的 然後 不知道從哪裡開始 好 這裡講說那個我覺得在此刻 就是好像畢業生要致辭一樣 那雖然我沒有這樣的機會啦 但是今天就是能夠有這個機會 代表導軒跟同工在這邊講話 那今天沒有人要畢業 因為高導屋或境外倒高會一直持續 那講到十週年 我不知道你們心裡面想到的是什麼 那對我來說可能 可能有點好笑 我想到的就是一直都是那個 那個陳奕迅 因為那首歌 應該知道我在講什麼 就是那首歌 就是十年 然後 然後 我記得十年前 就是在 大概在這個地方的四樓 我們一樣有一場像 類似這樣的一個感恩禮拜 那我記得 那個 那場感恩禮拜的 一點點的細節 就是 國後牧師的紅襯衫 然後那個 同影片的底是紅色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要那麼多紅 但是就是 就是有很多紅 然後我記得那一天 就是周深祝牧師有來 就是分享 他有講到 從那個 臺北領廠堂的宣教大樓出去 有看到洗車場是24小時 然後 7-11是24小時 好像還有幾個 我已經有點 印象不是很深刻 但是他有講到 所以教會應該也是24小時 讓有需要的人能夠 進到 到這邊來 那我也沒想到就是說 我覺得這個 這個景象其實是好像 好像幾天前 但是已經是10年前 那我還記得那一天的 就是 場次結束 我們有一個 那個場 就是那個感恩禮拜結束 有一個 7天24小時的 敬拜禱告 然後那一次是 蔣牧師 蔣爺爺 帶第一場的敬拜 還有神人教會的團隊 那我都 我都有印象 那 我相信就是說 可能有些細節 可能在場 各位 其實在場也有一些人 應該在 在那個當中 只是可能 可能那時候 不認識大家 可能現在也不一定認識 但是 很感恩 就是有這個10年 那10年前其實 我自己覺得我還算是一個年輕人 那我現在是一個 年輕人 眼中的中年大叔 所以 就是 10年前我是單身 然後我現在 結婚快要六年 然後我有兩個女兒 所以 時間上就是 就是很不一樣的 那 我念到哪裡 對 然後我還記得 有一件事情 就是10年前 跟現在是一樣 就是 就是我非常的緊張 就是記得在 那一次 就是我第一次在高島屋 任場次的時候 是 早上的 我有點 不太確定是6點到8點 還是 4點到6點 我比較相信是6點到8點 那 因為這顯示出10年 我的記憶力也開始退化 那 我記得那一場 就是時間 那天晚上我幾乎沒有什麼睡覺 因為我很害怕 就是我一睡就 就睡過頭 所以 所以那時候 我就 那我記得就是說 要感謝那時候 就是我們教會 七線路里外行的長老跟 傳道 還有一些弟兄姊妹一起 就是 跟我 就是支持跟一些 來任班 所以我就 能夠 所以我們能夠 能夠 來 我還是用唸的好了 不要用講的 所以 但是 思念過去了 那 我最近常想到的一句話 叫做 Live for eternity 你們聽懂我的英文 就是 如果聽不懂它的意思就是 為永恆而活 那我記得那個是幾年前 從一位 就是牧師 他叫做 Paul Washer 的 的錄影信息裡面看到 這句話 我覺得這句話可以為著 掛導屋過去十年的工作 做一個簡端的註腳 但同時這句話也代表著 掛導屋未來的努力的目標 從世界的價值觀來看 敬拜禱告可能是最沒有價值的事情 因為他們覺得 我們是不是生產的一群人 但同時 敬拜禱告也可以是 最有價值的服飾 因為我們將目標放在永恆 而不是今天 那我記得在上個禮拜 同工 代島宣的事的聚集的時候 有一位 有位 有位 島宣的發言 大概意思是這樣 就是十年 十週年 我們能夠如何的獻上自己 我想 這也是我們身為 高導屋的同工 島宣應該有的省思 是的 我們該如何獻上自己 我們該如何為永恆而活 在提摩泰後 蘇二長 保羅用軍人 場上比武的 以及農夫這三種職業的人 來勉勵提摩泰 我想這個勉勵 特別適合在我們參與 敬拜禱告運動的弟兄姐妹當中 你們記得我剛剛講那個 Paul Washer的信息嗎 在他那個信息裡面 他有舉一個例子 他提到在奧運選手中 奧運選手的賽跑選手 他們從四歲五歲的年紀 開始受訓練 直到二十二歲 他的目的就是為了 飛奔九秒去奪取一面獎牌 我們是否能夠為永恆的事去付上 相同的代價 各位目障 弟兄姐妹十年 高島五五我們仍然來做相同的事 Live for eternity 為永恆而活 盼望往後的十年 我們也能夠繼續如此 這次圓竹的名的榮耀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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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